一千多年了 挺好吃的 是有着溜鼻居味的 那就不太对 历朝历代都会 大笔一挥 怒目远征地看着你 这有点危险呀 游王庙全改成官邸庙了 傍晚 我们开着房车来到了冀州 来看这些年 我们心心念念的独乐寺 冀州古称渝阳 就是当年陈胜吾广 被发配的地方 现在归天津市馆 独乐寺就坐落在渝阳古街上 是中国仅存的 三大辽戴寺院之一 是当年梁思成先生 进行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的 第一站 第一次以科学的方式 让中国古建筑 展现在世人面前 古街上有家糕点铺 门前一直有人排队 我们打算明天再来买 终于有苏铭墙 先去买枣再买票吧 我买过票了 你在网上买的连票 连票四十 买两张七十九 还挺便宜的 你看白天看这个影币的时候 就觉得平淡无奇 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有投影 就觉得好神奇好好看 上面刷的白灰没了 所以晚上看着有点斑驳 你看从这儿就闻见糟糕的味 其实离得还好远 要好几十米 昨天来还排队 来十块钱的 好可爱 感觉现在就想吃 十块 好嘞 好 谢谢 好香呀 尝尝吗 尝尝 虽然我刚吃完早饭 跟五道口的早糕不一样 它形状是这种圆宝型的 你瞧 嗯 船型的 圆宝型的 对啊 就五道口那早糕是方的嘛 外面是酥的 然后里边是嫩的 它是放在那个模具里头 你看外头有个酥壳 挺好吃的 拍张照 这边能不能看见大佛 看不见 它黑了 黑咕咚咚的 关尹真1930年的时候 驱车路过的时候 从车窗里看见那个屋檐 他就觉得 这肯定是个古物 然后就下来 然后一看 哇 果然 然后初步判断 它是寥带的 然后拍了照片 到了北京之后呢 你看朱起前呀 营造学术他们人看到之后 就觉得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随后呢 到了1932年春天 两次成功 他们就真的来到这个地方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电影调查 你在里边拍不全 嗯 就是 你看只有在隐蔽这个地方 你能把这个 武殿顶的这个屋檐能拍全了 到进去就反而拍不全了 独乐寺的山门是武殿顶的 中国现存最早的山门了 辽宠和二年重建的 是公元984 走吧 走 这是一个锤花门 这是一个锤花门 这是清代名居 太湖石 门口两棵冰箱树 这已经看花骨朵 马上要开了 你看黄色的 网约票换票处 去换票 换票 好 你选择买到一个桌子 够了 够了 是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哦 人家不是都五块 就白塔五块 这个链票是当天全部用完 还是得几天呀 找的了 明天也行 要买的了 好的 行 又行 又行进入景区 从这儿 这是个宝瓶 这是一个变形观测墩 一号 我们在网上看视频 说是独乐寺的观音阁 是有一点倾斜变形的 它因为里面有一个大佛 高达16米 那个佛你要从底下看 它如果是直直的话 你是看不着它的脸的 那它就必须得稍微往前倾一点 你才能看见它的脸 但是现在呢 这么多年 一千多年了 它这个倾斜呢 可能更严重了 它有可能会倒塌啊什么的 它更严重 它也不知道是 大佛拽着整个观音阁前倾呢 还是观音阁拽着这个大佛 所以现在有点说不清楚 于是它们修复的时候呢 就给这两者之间 加了一种弹簧 有这种形变 然后让它们互相制约着 然后就能稍微稳固一些 还是挺保持它的原貌的 这种形变了 山门 你看这有个角兽 这桥的四个角有那个 镇水兽 镇水兽 角兽 对啊 这个角兽 前面没有 前面没有 后面有 这也能投钱 为什么呢 这是五点点山门的斗拱 后面 这是古间铺座 这边是柱头拱 镜身两间 面库三间 对 从哪儿掉下来的 鸟蛋壳 你看 从上面掉下来的鸟蛋壳 这里面有鸟做窝吗 那还没有网子 你看可能就是真的有鸟在里头做窝 就从屋檐上 就从屋檐上 掐漆掉下来的 河里边就应该是有鸟窝的 多好玩啊 这个坊上是双龙河西彩绘可能是清朝的时候修膳时候画的 我感觉是 是 在上面那些可能是老的 你看这个鸟斗 包括上面那一层最底下这两层斗拱 这个横向这个坊 其实架空的 银器的墙上面有彩绘 少得大白 承重全靠这个斗拱 这是四大天王的壁画 我感觉这几个壁画像是现代人描过的 肯定要不会的 历朝历代都会 结构看着好简约 但是很粗壮 哎 上面那块 断了 是呢 感觉好危险的样子 你看那插手 那块是有柱柱柱的 中间有个小短的吗 对 不光色的插手上面就没有这个柱柱柱 梳着的这个 是啊 因为这个是辽代建筑 其实是 嗯 离唐代晚期就几十年 七十七年 唐朝明王就七十多年 他就有这个柱柱柱了 你到佛光寺他就没有这个柱柱柱 而且其实他这个辽子带的建筑吧 还很大程度上也是仿旁了 你看这边的 对称的刚才那边断的地方 嗯 这边也断了吗 不是 哦 对 对 这块好好的 他特别薄 嗯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装饰性的 其实不成立 怪不得 所以他也没有进行加固和修复 嗯 所以就让他那么断着 因为独勒寺 从北京到清东林的必经之路上 所以后来皇帝祭林 就把这块改成了一个行宫 所以这里到处都有乾隆的足迹 对 不过你看这个和修彩绘 肯定也是因为行宫 所以他才可以用和修彩绘 嗯 这边是龙 双龙 这边是双凤 这是严松写的独勒寺 就大家调侃 说是有着六BG味的 武国县村最早的五点点山门 高十米 你看那角柱 明显的是往里倾斜的 对 它就是本身这个形状就这样的 当时看山花寺的时候 一进去好震撼 山门那么大 这个山门也不小 而且是最古老的 是 这荷汉二将 它也是因为特别高 所以也是往前倾着这么站的 而且你看目光是你一进来 它就看着你 你看它从这个角度 刚一进来 这俩人就看着你了 这种压迫感 上来一抬头 往左右一看 就跟它对视了 嗯 你看你站在这个角度 就感觉它怒目远睁地看着你 这栏杆 栏杆底下这个柱子是牡丹宝瓶 你看这后面 这两个像后面也是有钢筋拉着的 要不然那么倾斜 它很容易出问题 它重心不对 重心没在脚上了 横哈二将是了待的 这脸真够斑驳的 这都不知道多少潮刷了多少层漆 是啊 剧组原成是咸丰的手笔 咸丰提的 从这正好能看见全的 观音哥 看不见观音像 你看 观音之阁 底下有个太白两个字 这是笔白由到此处之后 大笔一挥写的观音之阁 镜头推上去 有个特写 剩下两层都夹柱子了 对啊 八根嘛 当时那个 因为它的出言比较深远 然后成龙皇帝来这觉得 哎呀 这有点危险呀 这掉了 而且是在乾隆十八年的时候见 是因为地震嘛 它强掉了些砖 但基本上架构都没有变化 然后乾隆皇帝还是觉得 太危险了 赶紧架上柱子吧 然后就架了八根岩柱 那是一种文物 后来呢 这个事情 梁思成来也是有吐槽的 说是根本没必要 再后来就是修复的时候去 真的是测绘啊 测绘的时候发现这几根岩柱 其实起的作用 基本上是了胜于无 但是呢 它又是属于 是 乾隆也两百多年了 对 这是文物 清朝的文物呢 所以就保留着 这是证明这个时代 对吧 它经历了那个时代 时代 当时人对它的认知和维护 是 但你别说啊 那乾隆皇帝架的这个 比现在这种钢筋的好看点 要现在的人做就用那个钢筋了 嗯 那个更结实 但是美观性也 差点意思 乾隆殿看看是不是关羽 建于乾隆十八年 1753 玄山顶建筑 殿内供奉着 乾隆神 关羽 及属下大将 关平和周苍 玉泉山 关公贤盛 在清朝之前 就应该是 岳王庙 因为岳飞抗金 所以后来把这个 岳飞的这个庙 全部都改成关羽了 岳王庙全改成关帝庙了 眼角这个小神兽的 最开始呢 太和殿什么的 都齐宋仙 你看它这个最开始的就不是 像个金刚似的这个 我看你挺像个金刚的 我看你挺像个金刚的 而且这个赤文也是 中国最古老的 寥带的原物 祖师殿 达摩祖师殿 强奉十八年 达摩祖师集 六祖惠能 百丈淮海禅师 超的大刀拱 关注一毫米足迹 跟我们去旅行吧 小孙子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